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纪录片里头是拍中国警察的 你知道吗 当时他还真的是来中国跟他这个女朋友 无意之中被拍进去了 你看这网友 他有人能发现 你看见他是吗 他们俩 你看见这还打字幕 我国的警力严重不足 这是这个纪录片里那么一秒的画面 然后被网友抓出来 然后我们今天还做的新闻 就是扎克伯格就自己在Facebook上说 I remember 对我记得那天 我还想说这camera是狗仔队拍我吗 原来他是拍我前面的警察 他自己都有记得当天 这个不是人家拼起来的 不是 是真的 被人发现 所以说还有人说扎克伯格 要不要跟中央台要钱呢 这个 我跟你说 再给你看一个 也挺搞笑 说有一位女士 有人说 她是那个郭德纲的姐妹 你看 说郭德纲 这网友呢 就郭德纲整天搞笑的 这网友呢 也让他给大家带来快乐 你得看下边 比对 你觉得 是有点像 是不是 说是 说是 不是听上去的 不是 就是长 长得像 长得像 有时候吧 也就是正好这个角度 这一瞬间 没错 换一个就不像了 这挺可乐 我们犀利歌记的吧 或者人家找他 其他的角度都不犀利了 没错 个儿也没有那么高 你知道吧 当然 你像人家这个郭德纲 人家这个身材 是吧 要我说 就说有些人需要怕 人家说你像什么 知道吧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拉比小心 真的假的 拉比小心什么德行 粗眉毛 拉比小心 我想 现在就让我们编辑在这边 小孩讲 这个 这个sex的东西 对不对 拉斯拉斯 对不对 他提那些提问 对不对 特别好 我要有那帅数也好 拉比小心 是不是 现在是拉比老心了 脸都 辣了 一代人的记忆 我跟你讲 那很成功的 一代人记忆 死了是吧 作者 作者 拉比小心还活着 拉比小心还活着 人家永远在 现在干嘛 咒我呢 所以你看 有些人长得就好 而且呢 不怕胖 你看人家 郭德纲 这个东西就属于 人家胖啊 胖的这个行神兼备 相得一张 他跟他 和谐 胖的和谐 胖的好 就是 而且呢 他本身也是他逗乐的 这个形象 你很难想象 一个瘦子 郭德纲 是吧 可能那包袱也得减小 对不对 瘦子过得刚才就变马三立了 对 所以呢 但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好运气 尤其是这部分人 离女性居多 不是居多吧 全世界女性都没这种好运气吧 哪一个女性可以被 除了全世界杨贵妃 允许胖以外 我觉得那个 那个Opera 美国那个女主持人 Opera那黑的妈 我觉得她就适合她那个身材 但是你 可是你可能 她如果瘦下来 你可能像文倩 陈文倩姐姐 你看 她胖的时候 也没有人说她不好 但她一瘦 每个人就哇 她说她2011年 就因为减肥而红 就是再红一次 只是因为减肥 就是她瘦了以后 变成大家再次讨论的话题 所以你说女生 她胖的时候 也没有人说她不好看 但是一瘦 反正又变话题 对吧 所以你还是觉得瘦 还是希望女生是瘦的 美国人的说法就 No one too rich No one too thin 什么意思 怎么翻译 没有人太有钱 没有人太瘦 全世界都在拼瘦 你知道我 这当然是一个当代的概念 以前不是这样 对不对 可是以前 我多以前话 我希望那个以前 我要回来 你不胖啊 你去 我觉得我这毕生 你是有第三优势的 我觉得 没有没有 我的优势就是 我的骨架很小 但是我的肉还是有 吃一次还是在 肉你都不想有了 你想干什么 你在镜头上 你一胖 这个娃娃脸就被长 这是现代的 没有办法 你在一张大脸的旁边 我跟你说 你得看她是 以什么东西出名的 最近印度有一女的 就挺不幸的 她呢 是前世界小姐 真漂亮 就是说当年的印度 也不是当年 就一直是印度的 第一美女 就是这个保莱坞女星 叫什么 艾瓦 艾西瓦亚 艾西瓦亚雷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生了孩子以后 发胖了 结果这个印度媒体 就不宜不宜 你先看看 他变什么样了 当然就是 我看着也唏嘘不已 这就是当年 这就是当年 艾西瓦亚雷 你看长的 长的 这是什么身材 为印度争光了 你知道吗 这印度民众 原来都很迷他 但是生了孩子以后 我们可以看看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风光 也很好 也不错 也不错 当然是 也有他的美 对不对 但是呢 风韵犹存 而且你想想看 他如果在前一张照片 他的小孩怎么会吃得饱 你身为一个妈妈 你就是得雇小孩的营养 你能 你能苛责他什么 每个人都像小S一样吗 这大S都晕倒了 我跟你说 印度国民不干了 印度网民认为他 有辱印度国际形象 你看印度网民说 说 受身是你的职责 你是保莱坞女星 有责任保持苗条和好看 你必须学那个贝嫂 就是贝格汉姆那老婆 那个Victoria是吧 所以贝嫂和安吉尼拉 朱利那样 你必须产后几个礼拜 就恢复身材 然后呢 认为他严重侮辱了 这个全世界对印度的观感 形同叛国 叛国 是吧 叛国 当然人家女的 我看人呀 真是 这个体 心酸对胖 对对对 体一胖心就宽 面对这个乌烟灼水的 人家艾西瓦亚雷说那话 说我很享受 我就长这么多肉 我才能就像你说的 包括这女儿 这个胃好了 对吧 我才不管你们这么多 而且她现在不是目前的啦 你以前当世界小姐 你可能还要在世界各地游走啊 就是代表印度形象 那你现在已经是退居幕后 我长多胖 这个你狗仔要来拍我 那怎么 这不能限制我 我在镜头前 我觉得我们 我们现在还在镜头面前 做主持人 我们就是得对观众负责 这是我一个责任 这是我工作道德 我也跟你有同意 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们两个人呢 都是这个DNA有优势的人 你们都是不是天生的胖人 你知道吗 你都不胖吗 你都不算胖 而且你那么高 你也有胖的基础 对吧 他更能 他今天吃美食 也没见长什么肉 对吧 为了美食 有多么牺牺牲啊 我现在一天可能只吃一餐饭吧 真的是一餐饭 我跟你说 那也是要再加 我觉得这个事 别人批判不着 是吧 人人平等 胖子也有胖子的尊严 对不对 可是呢 作为自己 其实更重要的是自我 你比如说 我也是会有这种感觉 不说胖国吧 我老觉得就说 咱毕竟是做主持人的 咱们不断胖党 除了天生的胖子 不能叛奉红 对吧 要是就是说 你天生胖子没说 就是你本来不胖 后来你胖了 我觉得我自己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就觉得 我犯有毒职罪 我 你想 我有这样 不是 你要这样说 在你瘦的之前 你是胖的 你是为了你的职业道德 减肥瘦下来的 那是杰出贡献奖 不是 所以说 我这一年来 你知道吗 我生活里一个主要内容 你们都想不到 你知道我这么一模样的人 是吧 我一年来生活的主要内容 你这是什么 减肥 减肥 我搭出了 你知道我跟我这个 他们就说 我跟我这个遗传的挣扎 因为我天生是会胖的 你们可能想不到 对吗 我原来二十几岁的时候 168斤 但是 算是吧 我因为戒烟 戒烟呢 就胖了 郁闷了 百分之三十 不这是规律 你戒了烟 胖了百分之三十 然后呢 哎呀 我就开始挣扎 我跟你说 我一下子了解了 在咱们电视机前 肯定也有很多朋友 正在跟体重 做着顽强不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斗争 这个事啊 很有得一流 所以就广告之后啊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做个蜡笔小型也不容易啊 那当然 他画一下就行了 我得跑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退彩酒期 年份乱将 也请更酒 Wherever the long road may take you Living the life of one another Living the life of color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华人作家李永平 我觉得是他 至今以来 最伟大完美的 一本小说大和尽头 终于也在大陆出版了 那么这部小说呢 好看到一个程度 就虽然它那么长 但是你会觉得 看完的时候 觉得它不应该就这么晚 还应该继续写下去 才好 我觉得它最好看的地方 就是它完全可以 让整个大陆读者 看到中文书 写的另一种可能 陕西法门寺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就是我不知道 我算不算病态 你们可以批评我 但是呢 我就个人觉得 我自己觉得 我不喜欢我胖 你明白吗 就是说胖了之后 我觉得我哪哪都不好 况且医生也说了 说你这个游泳圈 这个哪怕是自行车胎 最好没有为最好 就减少心血管的 这个发作的风险 对你来有什么定义叫胖啊 是医生给你的那个标准 还是你自己的标准 我跟你讲 这个标准就是什么呢 审美的标准 是咯 当然我是 你们也看得到 是属于长得不好看的 那一类里边的 对吧 但是你但是你们一定 你们这些好看的人一定要明白 丑人也有丑人的美丑 你知道吗 丑人对自己脸上啊 一毫微米的变化呀 也是明察秋毫 你比如说我今天看着你 我看不出你有什么不同 但是这个世界上 唯有你自己人是最自私的 人是最看自己的 你的脸今天早上起来 宽了一微米 你自个都知道 看不出来 哎呀 你自己看得出来 哪里看得出来 哎呦 我明察秋毫 看得出来 我跟你说 你没得体会 很多人 你知道最后你会 甚至会到底什么呢 影响这个人生观 我胖的时候 我是个很悲观的人 我觉得生活里悲剧太多了 事情到处都是绝望 钱也挣不着 是吧 花的永远比你挣得多 家庭也不顺 事业也不顺 哪里都不 你知道吗 就觉得活得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发现我瘦了 脸窄了 你知道吗 哎呦 我觉得一切都有希望 你知道吗 甚至主持人 你在台上讲话 如果你今天觉得脸窄了 你说话都觉得 特别帅 有信心 有信心 有自信 如果是个囊怀 你知道吗 就根本不想上台 你说的这种信心 有点像有很多人 从韩国回来 很多女士 从韩国回来以后的感受了吗 对不对 就是一下自己整了 不同了以后 这个心情大增 海关不让进关了 护照不一样 护照不一样 由这个 他那个叛国论 当然是极端 但是由这个事情 我的联想 是我深深地感到 我们 我们的身体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嗯 我们的身体 不能由我们自己的 思想 由我们的意志 来决定长 我们对自己的腿啊 皮肤啊 头发啊 什么 我们都在有意无意的 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 来符合这些社会标准 我们怎么处置 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我们要能够处置 自己的身体 平常我们都在无形当中的 按一个社会标准 这是指有形的身体 嗯 还有行为也是 我最近注意到 美国很多电影啊 很多爱情的故事啊 当他们kiss的时候啊 常常周围有一批人拍手 你们仔细想想 有很多电影 有这样的情节 在飞机场追啊 在什么地方 那些人是陌生人 但等到这个男女主角 一好的时候 大家拍手 他表示一个什么东西 表示一个 本来性爱 好像是两个人的事情啊 这不是 他都要approve 都要周围的人说好 我们心里想想 我们做一件事情 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快乐 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大家快乐 我还真是反对 就是我现在很少见人 你就是你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非常自闭的人 我大部分时间不见不见人 我要受啊 我想过是为了他们看着高兴吗 如果说对于上电视 这是对吧 不希望觉得观众看到自己变了 对吧 别曾挂得钢了 别挂得钢 咱地没人的本事啊 对吧 你光变人样子 可是呢 更多的时候啊 是自我 对 你知道啊 这个人呢 当然你说我这样的也浅薄 对吧 比如说一个人 为什么要读圣贤书 他为什么要这个诗书画 他是为了成就他自个儿 他想让他自己成为一个 更有素养 更有魅力的人 可是像我要再浅薄一点呢 尤其是你说女人 就更重视外形了 对吧 那人呢 有的时候有一种意志 自己就是自己的雕塑师 我在雕塑我自己 你以为啊 其实是社会压力的内在化 没有 就是在文涛上 告诉他对他自己的 那个健康的过于担忧 跟健康有关系 他太担心自己的那个 就是胖了一点点 可能油多了一点 对心脏不好 你以为 你以为是你自己的意志 我跟大家讲 其实就是一套社会观念 他 你只是比较自觉 有的人是比较被动 一定要妈妈在那里说 别吃多了 好 他都不吃多了 但有的人就自觉 像又停点 又自觉 冰淇淋吃一点点 真的 我现在什么东西潜尝极止 就只能吃 但你要你要一步步推下去 你就是为了保持自己 你大家认为 以及你认为这个美貌 而这个美貌会影响到你的事业 影响到你的爱情 影响到你的人生 冰淇淋罢了吧 小不忍子乱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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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是健康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早餐吃全麦面包 这可以向全世界推广 早餐吃全麦面包 这个脱脂牛奶 燕麦片 对吗 我现在吃出香甜了 那么午餐可以吃的杂一些 对不对 晚餐主要以青菜为主 你说这不对吗 好好好 OK 就不要大鱼大肉了 主要是夜里 马屋夜草不肥 对吗 对对对 宵夜不能吃 这些 这是道德 我跟你说 你不能比那个 你最近你知道 这个意大利有一个歌剧院 我那天看杂志 把一个女芭蕾舞演员 给开除了 因为这个女芭蕾舞演员 写了一本书 首次揭发 也不见得首次了 就揭发她这个剧院 就芭蕾舞学校里面 你知道芭蕾舞 就要瘦的 芭蕾舞根本的美学是上升 对 所以再瘦 都不够 因为她们要能够旋转 然后男舞者要能够 把女舞者抬起来 所以她们的 但她们的腿都挺结实的 我看小姐是挺粗的 对对对 但是她整体的体重 在我以前学芭蕾舞的时候 就是大概40公斤 你还学过芭蕾舞 我学过五年的芭蕾舞 现在还知道一些位置 没错 我从你的腿也有 你知道到什么程度 她就书里讲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 绝经 她本人 那时候我曾经几个月绝经 甚至有的人 就是芭蕾舞演员 普遍有饮食失调 你知道她那个三餐 你对比我刚才 这个减肥食谱 她说她长达几年时间 早餐是两片饼干 午餐是一杯酸奶 晚餐是一个苹果 或者一根香蕉 你知道还有的模特 模特表演完了之后 晚餐你都没听说过 她拿什么做她的晚餐 就是一杯香槟酒 喝几根蛋烟 这太变态了 那就是她的晚餐 这太变态 最近小S不是出来 就是说她瘦身有成 恢复48公斤 还是45公斤 然后她就说 她的减肥餐 其中一个就是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 鸡肠鹿鹿 那你就成功了 这是一种 那么变态的标准 就是小朋友睡觉 女性睡觉的时候 觉得我现在好饿 好饿好饿 那表示我在减肥 我就可能会瘦这样 这是一个标准 我的哲学是什么 你知道吃东西 常常有好吃 有不好吃 吃到好吃 我就享受 但万一碰到 不好吃的东西 我也会这样 我就想当做减肥了 对 用食欲来控制 反正这个不好吃 我就少吃了 所以我不愿不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餐 就让我 徐老师 你这个也是 也是我们的理论 其中的一条 叫鸡一顿 饱一顿 就是我跟你说 咱们这个现代文明人 你要懂得控制自己的体重 放纵 我总觉得 那不是 有些人天生就胖 咱也尊重人家 但是你要说 人性不是应该解放吗 放纵 我总觉得 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放纵 我跟你说 因为我有过这个时候 我想我现在会比我 二三十岁的时候 更变本加厉 如果我放纵的话 我的体重会超过一百八十斤 我想 那么你希望我是现在 我这个样子 还是希望看到一个 一百八十斤的 我呢 而且可能还有很多 心血管的风险呢 是 但不用放纵到这么夸张 但是也不用 严格对自己到那种 就是你知道 有这种美食当前无法享受 那倒是 文选 文选 文选以前编者 那个肖统啊 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立身先须谨慎 文章且须放荡 立身啊 只讲一个人 做人 这句话很有名 我们把它转一转 身体要先须谨慎 精神可以放荡 不错 徐老师语录 向向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哦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你看这个你们被网络报过吧 这个全球的这个时尚 时尚杂志 那共同说什么 不能拒绝太瘦的摩托 不能接纳太瘦的摩托 不能接纳太瘦的摩托 对 现在已经有些潮流在纠正 也有稍微肥一点人出来走 我们讲到的这个社会 人类的社会规范 对于人的肉体的这种管束 其实呢 男女是不同的 你是很特别的 你很有自制力 而且你有个professional 你有个专业 要上镜头 但一般来说 公平来说 男女的压力大不相同 你太不懂女 男的 男的 稍微多一点钱 有个上市公司啊 或者做个教授什么 肚子挺在那里 她就无所谓了 人家还说她是派头 成功的象征 很多人还说她派头 女的再有钱 也不能挺这个肚子 说除非她怀孕的时候 对不对 身体 这个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压力 是男性估计不到的 真的 太可怕 因为变16比9以后 你只要上镜头 变成说一点点胖啊 什么的 我就回家就要想很久 怎么样减肥什么的 所以就太要 变成说你不能就是真的 你的意识不自由啦 这样子 你看到好吃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我现在真的只能浅尝鸡汁 你明明很想吃它 但是呢 你又不能的时候 你就只能吃一口 然后宁愿把它浪费掉 或是分给大家 我现在只要人家送我的 点心饼干 我一定拿来公司 跟大家分享 那么害别人嘛 不是 分享你一个我一个 大家就一个 但那一盒 我可以在家把它吃完 但是我不行 我只能分享 而且某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不说缺点 一些特点 因为不符合社会的潮流 它不仅影响到一时一地的心情 它甚至会根本性的决定一个人的性格 影响到他一生的命运 有很多东西 比方 你们可以想象的 某一个人 他在某一个地方 他不符合社会的规范 他就影响到他以后交往的 各种各样的 绝对的 爱情就和减肥一样 开始容易持续男友 就是都是 对啊 就是他们就有这种比喻 就是说减肥是种意志力 我的意志力有来 意志力象征啊 所以我也是常告诉自己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对自己的身材 都有自制力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会成功 对 你知道 徐老师 我去我们老板推荐 我去的那个 讲肥的那个机构啊 你老板推荐一切 我们老板就是减了四十斤呢 你知道吗 这是用 他是中医调理的这个方法 然后我就问他这老板 我说什么人到你这儿能减成了 其实他那个也得结实 你知道吗 我什么人到你这儿能转成 能能能能转成了 能能减成了 他再说一句 他说我们觉得一般 能干得成事的人 基本都成功了 是啊 你们的意思 你要靠近 我演誰跟事業的